桃園這名掃黃問長 日前開車要到高鐵站接女兒 在接送區突然被女警攔停 問長全全配合藍茶 但後來又來了一位男員警 說司機違規藍客直接開單 你不能因為說我是開計程車 我今天的車子是黃色的 你們就認為說我一定是來這邊 就藍客 當下警察還是先開單 司機大聲喊冤 說自己真的沒有藍客 但女兒當時還不在車上 加上一般停等區非特約計程車 不能隨便進來接送 警方第一時間只好開單 但這輛小黃是新車 零有政府補助半年內不能違規 一旦違規剩下的30%補助 等同7萬5千元就無法領取 我甚至於不到一個月的時間 我就可以補助館就可以申請下了 那女兒也有提供警車證 對 應該駕駛人對於舉發內容有意義 以檢具相關行車記錄器等資料 向桃園市交通事件裁決處申訴 問長接送女兒被開單好無奈 但是高鐵又合作車隊 警方一時沒有看到車上有緣 也擔心小黃有違規懶客的行為 雙方各說各話 現在只能走申訴程序 給彼此一個交代 記者劉指展林秀儀 桃園報導